因为这些艺术史其实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领域 那我想知道的是您是怎么对艺术史产生兴趣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或者是这个邂逅 因为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 我的专业其实是日本文学史 所以跟艺术史没有任何职业的关系 但是就跟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样 我都对自己的选择时不时产生迷惘 所以在我三年级的时候 就是突然在课堂上听到我的指导教授在抱怨 为什么这些学习日本文学的孩子最后都走了歪路 然后他指的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一个刚毕业的师姐跑去念了一个艺术史研究所 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读的这个大学有一个机构叫做艺术史研究所 我觉得非常好玩 所以我就开始自学 自己去理解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 然后后来发现这正是我就是想要长期这个研究的东西 所以对它的出发点完全是一种这个无知的向往 但是后来变成一生的追求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经验非常有意思 因为您是通过自学 然后后来开始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 那跟本科的就是专业好像也没有就是非常紧密的关系 虽然肯定还是有一些关系 那可不可以就是再说一下您是怎么自学艺术史 然后发现这是你就是一生的志向 你想要往这方面走 其实呢一开始就是自己找书阅读 当然这有一个很冒险的成分在 因为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经典 然后什么是这个无地方史的这个一般大众性的著作 所以当然在一开始我走了不少的偏路 但是呢就是说艺术史这个领域非常讲究的是语言的训练 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去阅读不同的学者 在不同的语境里面所做的研究 那正好呢我的这个日语的能力 跟我的这个音乐能力给我很大的帮助 那再加上呢因为我的这个无知 所以其实进入了研究所的第一年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并没有很多继承的 已经在脑中有了这些错误的这个知识 所以就是不需要被纠正太多次 就你直接可以入手 就是读最重要最经典的一些著作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人经验 但是我的本科的专业日本文学 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其实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里头 日本学者算是走得很早 而且很前沿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占了一点便宜 好所以听起来就是虽然跟本科的 就是专业没有直接的关系 肯定就是外语能力 然后对就是一些文学历史的方面的了解 也对您就是之后从事艺术史方面的研究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其实这个也给我们的就是听读者 就是一些怎么讲正面的例子 因为发现就是如果你学好语言的话 其实就是你的路非常的宽广